大家好,我是冬伯 天气稍微干几天又要去看水了 按照来说,太阳大的时候一天能看一次水是最好的,但是太远了 麻烦啊 今天和我妈一起去 很多朋友叫冬伯去山里找虫菌,虫菌没长 我在网上看一下,有个地方是长了,我们这里还没长 今年太干了,雨水少,给大家看看 要是长虫菌的话,这个位置每年 在我们村啊,应该是最先长了 你看,长跪长 你看这干成啥样的呢 这个叶子,你看下面 你看下面干成什么样,它怎么长虫菌,你看 我一刨说下面是潮湿就长虫菌,这个是长不了的 这一块每年在我们村最先长 像我们这一块最先长虫菌的一般就是 福龙镇那边,福龙镇那边一般最先长 他们那边长,我们这里要推迟一个星期 就开始长了 今天福龙镇那边都还没什么动静 所以我们这里也还不沉 主要是太干旱了 前面下雨,确实像安那样下雨是要长的 但是两三天又把它晒干了 它要是两三天晒干,然后再下一波可能就长了 目前这个状况 长不了 这个林子里面,地度是很干很干的 但是在林子里面很阳快 太阳快,太爽了 就是说,那个田里面水小 田里面都快干了 你看这儿 脱掉了,你看 这个水从这儿全都在这儿捋下去的 这个水也小了 就是说当时我们天水是差不多 大会儿小会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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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上波天扎实一些 平均上是6度以上 平均上是6度以上 变干完了 好累 啊,这个长得干小了 只剩一点点水 这个 脱了就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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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了就脱了就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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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了就脱了 在碗里啊,这种石板特别干净 但是这儿没水了 他也不太喜欢的 要有点水啊 这石板上最喜欢全程脱了 不是 啊,这个水小 比上波天扎实些 你看看才干几天啊 没水了 哎呀 看一下 这种水 比前面更小 咋死了 好小的现在 这是给大家啊 前面反复提到的 水啊 通过这些湾头湾漏 直接进下去了 前面就没水了 大家看看前面啊 这石板 其实还有水的 这里都还是有水的啊 嗯,这个整体的水明亮啊 从这儿看到了 从这儿飞剧的 哎,就这么大一个 好小 还没有小枝大了啊 前面这儿还有小枝那么大 水干净还是干净 大家看看 嗯,嗯 嗯 那一辈子啊 在石板上面 那水就进不下去了 一直这么上去的啊 上面还有一个悬崖啊 以前我家有牛头牛在那摔死的 我们拨上去了 还有点儿远 助力哦 就稍微搞一下可以了 水还满不了管啊 满管就不是有这声音了 哎 哎,怎么现在感觉水又大一点点 反正 比较小了 这些湾啊 跑完了啊 要去那边 跑那边那条湾去 哎,这麻烦的 这东西啊 大家看 看到过这种成本 我们看改这种 它上面这个钳子 非常猛 嗯 嗯 那个可以把一栗树 直接给啃掉 这个玩意儿 好猛的 大家看一下 这位应该是堵了啊 嗯 整体的水也比较小 比较小 比较大一点点 你看楼子这么大树 你想多多 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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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扎到底 嗯 哎 就说前面水小了 这边堵了 那边管子又拖了 这不经常看你说 搞不好 大家看看这个水啊 其实比那边大一点 它整块石板 都 都来了 嗯 嗯 这边应该是管子里面拿来堵了 这边堵 它会往哪儿顶贴 你看 杂质可以往哪儿顶贴 嗯 嗯 这水还是我弄出了 我要去下面街头把它拆了 看下去啊 稍微喝点 嗯 稍微喝点 鲜也干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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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量粉 稍微 Commerce 鲜也冷 我量粉 鲜也放下水 大家看看啊 这个水还是比较小 应该上面这个管子里面哪里堵了 要等一两分钟水要打出来 好 起来了啊 应该是管子里面拿要堵了 这么大水才得了 那里水只有这么大了 这两天再出骨子了 就是怕要水要得多 水这么大个是完全不够的 还行 先我们去看田里 刚才就这么大 但是现在车一杠风过来 我的天太凉快了 这三粒啊 这树荫下面在夏天还是凉快啊 但是一定要吹风 洞起来 这树洞起来 很凉快啊 让我们在这场那刮塞很热啊 这波天啊 大概干了一个星期 大家看看我家这个地又白了 全是白了 这个这么凉手 来来的 看看这个牛肉 往下坑 全是干的 一点湿气都没有 现在看看水大不大啊 链儿你不要啃 咱们上面的水 其实还有这么大一个 他说是黄小哥 黄小哥 黄小哥 你跟这的黄子妈妈小孩点够慢 怎么 他家说白哈 你门够了 打一门 这个田要干了啊 只剩一半水了 水泉全部放在上面那里来的啊 这里水还挺大啊 因为昨天啊 顾伍家郭小年准备把这个田抠了 有点鱼啊 抓上去啊 后面杀猪就没抠了 所以说这个里面水干了 连水全部放在上面来啊 这鱼还可以这么大还可以啊 大家看看这个骨子啊 陆陆续续要出了啊 你看 下面也很走你看 十天出啊 这个抽税过程要十天啊 陆陆续续的啊 全部都要抽出来了 大家看这组抽的好猛啊 抽的都出奇了啊 看它上面白白那个 范白了 那就是古花啊 古花掉下去一次 那边也有好多粗粗啊 这儿也粗了 那边都粗了 这上面白白的啊 都是古花啊 古花全部掉田里去啊 也就加油吃啊 先拿水的啊 哎呀怎么怎么打水啊 又干不起了 睡一盘我又扔自己的材了 大家看一下啊 这水还有这么多 大半管啊 我们以为是干了啊 前面堵了 还有根管子拖了 怎么打水啊干起 哎呀 就这个田啊 都已经削下去了 拿看边缝 看这个酒 削下去了 真的 削了一半啊 南大水又一马里 猪抽了 古花 这古花都黄了啊 这个猪啊 但林开呀 开花呀 鱼在后期啊 再看看这个地方 抽了更多啊 抽的比较猛 这个骨子都已经成型了啊 都已经开始放房了 这个比较早 有些猪八猪它有点早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骨子都成型了啊 里面都已经硬了啊 一般啊 扣鱼就是这个这种状态下啊 基本上骨子变成这个状态下 就可以扣鱼了 剥这些才粗啊 十天粗 十天开花啊 开完花就可以扣了 我家啊 这下面这个田啊 这个大的田啊 应该抽税 抽到四分之一 那个样子了啊 刚刚出来啊 那是昨晚出来的 好像这样的啊 刚出来啊 就吃鱼也快了 要马上吃鱼了 又要下雨了啊 我们先要把水 不能放进田了 一下雨了田 水就要满了 就容易垮田坎 上午还说 田要干了 快没水了 下午就来雨了 因为上次要那里念的 哎 田要干了 然后没有下大雨了 看一下 今天这个雨要是呢 贼大 啊 这个风好大 天全部黑了 看一下 就咕咕加拉的上面还有一线田啊 上面还有一点点是这样的 现在才三点钟啊 啊 全黑了 估计是一场暴雨 那个田必须把水 晃进家里了 不能晃进田了 这个雨下下来 首先它也特别大 那个田坎顶不住 会直接垮掉 就上次拍了视频的 一个老公叫田坎垮掉 我们本地有一句话形容 就叫跨天面 再看一下 现在才两三点钟 三点钟 天都黑了 看一下 哦 就罗伊西那个火山稍微好一点啊 牛车滩上面 原来是无垠 两个水源头全部要关 这里 这里就直接往下晃 晃了 下来去 这个天又稍微亮点了 这个雨有可能下得来 有可能下不来 为什么 因为这个风太大了 会容易把那个乌云冲散 还先把水关了 等会下大雨 不敢到腹部 打雷 走吧回去 好 雨来了哦 希望坚持个一两个小时 这种雨无法 就要涨黄菌了 哎呀 天天盼涨黄菌了 已经到外面那个田了啊 这我们这个 我们这里下雨都是很有规律的啊 雨到哪里 雨到哪里都很清楚的 哪里 哪里 叶子都开始动 哪里 哪里 地妈妈收到啊 没事 暴雨啊 来试试试试 这些风太大了 把银子全部吹散了 今天这波雨 很天小 乌烟水都很小 像我们这里下雨啊 特别我们女儿山大寨下雨 都有 其实很有估论的 雨一开始不会从我们大寨开始下 一般从对面啊 我们对面这道山 我们河头那边啊 从那边开始下 才会大寨回 才会下雨啊 反正一开始 反正我们大家就不会下雨 反正雨都从那边过来啊 这个鼓励好像我从小就这么看大 长大的啊 反正就知道啊 从孤雾家那边 孤雾家只要下雨啊 我们女儿山就要下大雨了 五分钟雨啊 下到五分钟了 结束了 这个雨下的雨毫无意义啊 感觉有点敷衍 可能地都没湿透啊 应该是地没湿透啊 啊 现在又要去放水啊 这就尴尬了 应该下不了了啊 这个雨啊 嗯 像我家那个 刚才种了四季豆 那个种豆角那个地 应该都没湿透啊 这个 因为它表面那层西夏水 下面那层可能都还没湿透 啊 没有意义啊 这个雨下的啊 因为今天风太大了 要风不大 今天又有场特别大的暴雨啊 刚才大家看到了 风特别特别大啊 好吧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 拜拜